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会想不通 很多人都以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来享受和来消耗自己 实际上享受也是一种痛苦 大家想一想 哪一个人在享受的时候不伴随着痛苦 比方说当你在赚钱的时候 你在用的时候 你实际上就想象着 我这些钱用完了就没了 也是带来一定的痛苦的 所以一个人在世界上就希望天下的都太平 希望的每天的都安安乐乐平平安安 但实际上一语愿违 这个人怎么可能完全太平呢 这个人为什么会吃这么多的苦 安危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当你真正完全理解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你认为是理解的 你还是没有理解 尤其当今的世界 社会治安非常的混乱 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感到有危险 就是你现在拿的钱 从银行里出来 你都非常担心你的小偷 又会被你抢劫 在我们悉尼 有一个老人家 早上早晨锻炼 这个老人家已经是非常传统的 他在这个包呢 他怕人家抢 他就挂在前面 最后被 一个小偷硬把他脖子拉断 把包抢去 所以现在人活在世界上 天天都在受着危难 我们学博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得到太平 让人民得到安乐 我们要用理智 要用精神来治理人的心 因为现在人性不古 所以要改革世道 那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好的人心 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本性已经被磨灭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如果你不以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教育大家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一定要明白 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材 如果每个人都知道 我今天做了这个因 我一定会有果报的 知道自己今天生了 我如果不做善事 我可能下辈子就轮为畜生 以这些为训 那么人心才能慢慢的改变过来 如果大家都不提倡因果报应 大家都不知道 人死后还有文回这回事情 虽然圣贤其出于世 以未如之何以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好的老师 也有很多好的圣人 还有贤才 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 以未如之何也 也就是说 也没有办法 拿它 也没有办法呀 所以 如果你以信念念佛 以信念念佛 救度众生 那么 一定要 实实实在在在 真正的断惑 真正 也就是说 你要能够判断 解掉自己的迷惑 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 你才能了脱生死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当今之时啊 世道人心啊 已经 现役到极限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 人心不古 已经到了极限 也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 已经没有一种 好的 善良的沟通 而是以恶相加 这个世道 人心已经很坏了 丈夫骗妻子 妻子骗丈夫 孩子骗爸爸 母亲骗孩子 单位的同事骗来骗去 老板跟员工之间骗来骗去 朋友之间骗来骗去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世道是什么世道 所以佛菩萨 也是优势之心啊 也就是担忧 这个世界 这个心啊 佛菩萨这个 所以啊 从一种设法 以为之之 就是希望 我们挽回人的心 所以用很多的法门 来救度众生 来维持 否则 人道将几呼吸啊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不用佛法 再不用一些好的 伦理道德的东西 给大家上课 给大家教育职 人道也就要熄灭了 也就是说 虽然你生活在人道上 但是你就和生活在 轨道和生活在地狱 差不多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 到处都是灾难 到处都是烧杀略抢 你说这个国家 不是在人道上 是几乎没有人道了吗 所以要明白 学博 我们要根本解决问题 根本就是人的心啊 如果每个人的良心 本性改变了 对世道的看法 那么我们就能挽回 世道人心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善良一点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帮着大家 多做一点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能多付出一点爱心 那么这个世界上 不就是又是像佛菩萨所讲的 大同世界了吗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佛 来修心 来念经 来改变你自己的命令 来改变这个世道 大家想一想 每一天 等到每个人 都有谦卑之心待人 都有复死 子孝 汹涌 毕恭 复和 福顺 主人 普中 这个国家 就是兴旺之下 父亲非常慈悲 儿子非常孝顺 兄弟之间非常的友善 弟弟非常的恭敬 丈夫非常的和睦 夫妻非常的柔顺 主人 非常的仁慈 卢卜 非常的忠于主人 等等这一切 就是在根本上 解决人世间的问题 就是在挽回 世道 人心 这样的话 用力少 而得 效聚啊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很少的力量 而得到 很有效的 巨大的效果 那就是我们 平时所说的 用 人心 来挽回 这个世道 有真知 去见者 当必须 相仅从啊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如果你真的知道了 而且真的明白了 你真的看见的人 当必须要让更多的人来顺从 让更多的人来跟着你学佛法 所以医家之病啊 有标有本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医生啊 给人家看病啊 有的人 医生是治标 有的治本 标是什么 从现在的话讲 就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 如果看病 你只意味着头疼一疼 脚疼一脚 那是看不好病 现在我们要用佛法 来挽回世道人心 我们就是在治本啊 就是让人心从善啊 就是让人心 本性 能够挖掘出来 能够让他们 多有点良心 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今世界 良心都找不着呢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留着的是私心 公心也找不着呢 留着的是自己的小心眼 所以心也在转变 这个社会就会转变 所以我们要学医生 看病 要实习的缓急 而未疗治 为何疑之一论也 也就是说 我们看病 要治标 治本 都要同时来 现在的世界 都为钱而活着 没人讲良心 没人讲善良 我们一方面 要让人活着 能够赚钱 在另一方面 要让他们知道 赚了钱 你到底为了什么 有的人赚了钱 是在做功德 是在买鱼放生 是帮助人家 这就是为什么 当今社会 一方有难 八方知人 当今社会 为什么会惊天地震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也就是人的本性 还长存眼 台上告诉大家的 就是这些 希望今世的世道 人心的病 已经是这么的深了 人心疾病 深爱 也就是说 现在人生病 不是肉体的病了 而是心里生病了 人的脑子生病了 心生病了 所以我们要以心而置之 若只是足事而劝与之 虽亦可以收一封一俗之效 故不如从根本上 智利为得也 我们现在 只是劝劝人家 你不要做坏事了 你不要去偷啊 你不要抢啊 你驾车不要超速 你不能去伤害人家 像这种 只能收到一封一熟 只能把一些风气 稍微的有一些改变 效果不明显 如果我们能从每一个人根本上去让他改变 那么实际上这个效果是最大的 而根本上改变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人的本性 人的良心 因为人之初性本善也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学到佛法的真谛 真正的学到佛法的因 才能理解佛法的果 我们想在这个社会上彻底把善果洒满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就要纵上无量无边的善因啊 白化佛法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人要各为其道 各尽己愤 也就是说每个人要做好自己一切的事情 要尽责尽力啊 如果一个人不能尽心尽力尽责尽愤 他活在人间犹如活在阴间 我们做人就是要拿出人善良的本性 所以人间被佛菩萨又称为三善道之一 在善道里我们就要与人为善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复死 子孝 修有 毕公 复合 复顺 主人 普宗 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 这家门兴盛啊 也就是说他的家里也会好 他的门风也会好 他的子孙也会贤善啊 听众朋友们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学 很多人以为我们学佛 学法 是学了以后 是学了死了之后的法门 实际上 错误 我们学佛 就是学当下 就是要学现在 我们怎么样把现在来改变了 我们的未来还能充满的希望 有如一个人说 我以后一直想身体好 你难道现在就不想把身体吃好吗 你难道就不想现在就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吗 你难道现在就不想做很多善事来为你以后铺垫吗 所以要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必须要认识 学佛就是改变命运 学佛就是救人 学佛就是让你当下就好 学佛就是让你健康 现在就长寿 现在让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做出无限的救助众生的善举 所以台长希望大家每一天多做善事 重善重行 多做莫做 希望真正的能够从心里 在人世间多做善良之事 希望少说人家不好 多说自己不好 希望每一个人多慈悲一点 这个世界就爱多了一点 每一个人不慈悲 这个爱就少了一点 看着那些可怜的小鱼 可怜看着那些可怜的龙虾螃蟹 看着那些即将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为你耕种了一辈子的牛 和为你生产了多少的羊毛的 可怜的羊 要被拉进屠宰场的时候 你难道不能动一动你的慈悲心吗 你难道不能为他们可怜的哀嚎几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懂得慈悲 就是要懂得学会做人 永远要记住 学佛就是为我们今后打造基础 在打造基础的同时 已经为你打造成一堵防毒病墙 你的病魔不能轻生 你的恶魔不能缠身 你身为的恶魔不能尽你身 所以在打造这堵墙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为今后将来打造高楼大厦 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基础